本周是耶稣受难周 在3月24日星期四晚上7点半 将在教会举行圣餐礼拜 最后的晚餐 邀请弟兄姐妹们 预备星前来参加 在下个主日 3月27日复活节当天 教会将举行三项重要的活动 第一是我们要攻守圣餐 敬请弟兄姐妹们 预备星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第二是主日崇拜将有洗礼的仪式 有意受洗的弟兄姐妹 请向各牧区区牧或行政办公室报名 并填写洗礼申请书 第三 第二堂崇拜结束后 将立即举行恩高敬拜 邀请可牧圣灵工作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参与祷告与敬拜 天桥教会2016年的双翼门徒训练课程 即将开始 神呼召我们做历史的主角 因此我们必须前来接受装备 成为天国精兵 做神合用的器皿 4月2日星期六开始 最新一期的养育班和门徒班 即将开课 养育班的招生对象是 木道友 新家人 以及尚未上过养育班的弟兄姐妹 门徒班的招生对象是 上过养育班 结业的学员 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 本主日第二堂聚会后 在大堂将召开信徒大会 教会备有午餐饭盒 邀请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 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 以及年度预算 以下是财务部的重要消息报告 第一信徒大会的会友手册 将刊出去年度的会友奉献明信 作为公开征信 为了保护会友 个人的资料隐私 只以奉献代号呈现 不会揭示个人的姓名 第二配合五月份申报个人所得税 财务部将会在四月份发出去年度的奉献证名单 也是以奉献代号查询 如果想知道您个人的奉献代号 请向干事贵美或历经查询 电话是06-2970-882 南都电台FM89.1频道 天桥之音广播节目 在这个礼拜天早上 八点到九点 天桥之音单元 林宪平牧师将主讲 神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 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陈晓恩姐妹将与我们分享 他与神同行的美好见证 是你找到我 十一点到十二点 古典乐 心灵鸡汤单元 本周播出的曲目有 舒伯特 阿诺德巴克斯 以及莫扎特的作品 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 为我们讲道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